河北燕郊发生的这起爆炸案 现在变得扑朔迷离了 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这起案子呢 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而在死亡人数上升的同时 不禁让很多人来关心 这是一起什么样的事件 因为这种爆炸 这种威逆 显然是天然气引起的 但是呢 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故呢 为什么会爆炸威逆这么大了 很多人不约而同 第一个想法是这个餐馆造成的 而这儿呢 这个四层小楼确实有一个炸机店 我们昨天做节目的时候 也说过是炸机变炸弹 其实不是人家老板说 我们使用电不用煤气 不用天然气 我们是用电的 不可能发生这样的威力的爆炸 所以现在的事件呢 又引向了招待所 这栋楼里面不仅有餐馆 还有招待所 而招待所的老板娘 是第一个被确认死亡的人 所以很多人说 这个问题可能跟刑事案件是不是有关系 是不是人为的 故意的 这个当然有待于警方的进一步侦查 第三个原因呢 有人在网上这个用数据啊 计算了一下 就是说目前这个北京的平谷县地铁 正在这个设施地点的地下挖掘当中 这个顿垢到底运行到哪里 到不到这个地方 会不会引起周边的管线的变形 都做了很多详细的说明 这倒是蛮有这个技术含量的一活 这个是不是地铁施工造成的影响 这也是一个说法吧 不管怎么说 这样的案子 这样的事情 我们都不希望它发生 反正每一个人来讲呢 在生活当中还是要注意安全 尤其是用气安全 感谢观看